耶 耶耶耶 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 嗨 我看今天講什麼好不好 我現在就要準備題目 因為現在我們直播 各位留言的英姿 英姿都會傳到這個 油土鉑上面好不好 所以你們這個要謹言盛行啦,好不好,不要講錯話 準備一些題目喔,讓你們這個直播長知識,好不好 老公要開始啦,大家好,我是筷子老公 今天打本來講亞特蘭提斯 今天喔,有,我看,有人問什麼問題喔 其實我這個整理的都是網友的問題 就是我遇到一些太蠢的我們就不講了 有很多那個粉絲頁啊,明明就有PO那個里程數照片 然後還要留言問說,請問里程數多少 有的那個說明欄啊,就寫2011年什麼車 然後下面問說,請問幾年的 你還罵我打趕回家,我的爸 我們是收集這個網友的留言,提問 我最近是蠻忙的啊,最近比較不好意思 最近那個粉絲頁的留言會比較,會比較,比較晚 現在那個監理站的里程數是有,但是如果說里程數 那個建倫問的,里程數它如果曾經有某一次有回轉的情形 比如說這次驗車18萬公里,結果下一次驗車變成10萬公里 有這種回轉倒轉的情形,它下面會有一排紅字 會說這個車在哪幾年幾月幾號的驗車有發生過這個里程數倒轉的狀況 現在是下面會有紅字來做一個註記這樣 薩把我可能比較沒有收哦 好啦,講一下正題好不好 我現在統計一下網友提問在這邊做一個回答 買汽車顏色對於賣車有什麼影響沒有 有,有影響 不知道哪個網友問的,希望你有看到這一篇 我其實明天錄影的題目喔 有一點講到這個 那我稍微小小的不算爆雷啦 就是大概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 你如果是一些比較高級的車子啊 大車啊 當然我們講說黑色白色是最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車色對車的影響 越小台越沒有影響 你比如說以前一些很可愛的小車啊 它是蘋果綠的有沒有 還是鮮黃色的,或是紅色的 我簡單講 Mini Cooper 你在路上看過幾台黑的 其實很少 小車其實顏色越鮮豔的話 尤其是越有設計感的小車有沒有 它顏色越鮮豔其實不會不好 什麼蘋果綠啊 對不對 以前的Tiffany啊 甚至連那個Hello Kitty顏色 都有 大台車影響就大了 那會影響到多大 其實也沒你們想的可怕 例如說 你如果是一般30萬 你的殘值差30萬左右的小車 顏色其實對於你的價差 可能從零價差到一兩萬了不起 那你如果今天是一台大概100萬以上的 雙B車、進口車、高級房車 比如說C300你買銀的 跟買黑白色 當它殘值差在100萬的時候 你賣可能就會差5到10萬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每個人買車的時候 並不會想說他是要買來賣的 對啊 他買的時候一定覺得我這一輩子 就是跟結婚的時候說 我一定不會離婚 我一定愛你一生一世 對不對 在神父面前發誓 不管是 什麼疾病 什麼有的沒的 我都會陪他一生一世 對不對 結果勒 紅包都包了 所以大家在簽合約買車的時候 沒有人想說他會那麼早賣車 其實我覺得問題都發生在這裡 有人會說 我想這個是新車業務的一個講法 新車業務通常越奇怪的顏色 他有時候獎金會比較高 所以他如何叫你買一些獎金比較高的顏色 他就跟你講 你要開8年10年 你現在買了 不管你買自己喜歡的顏色就好了 你就不用去考慮什麼以後賣的問題 當以後賣這個車剩10萬塊5萬塊的時候 顏色也沒差了 對不對 螞蟻我跟妳講就是 就是那個啊 沖水啊 如果沒有跑到室內的話就是沖水 啊如果跑到裡面的時候 你就是裡面要放那個老 不是老鼠藥 他有藥 那個螞蟻藥啦 或是那個水淹啦 法蘭基說的水淹也OK啦 但是不過 不過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我剛剛在表達的是說 其實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想到說 他這麼快就會賣 就像我今天早上上架的City一樣 那個車才一年而已 為什麼他要賣 他買的時候沒有想到說 他有一天他會搬到蛋黃區 因為他上班的地方 那個停車會貴 住的地方停車會貴 又在捷運站旁邊 那他算一算 不要說坐捷運啦 他說就算他每天上下班都坐Uber 他都比這兩個地方加起來的停車費便宜 所以他才把車賣掉 所以啊很多人就是在簽的時候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不要說E36的鵝黃色啦 法拉利的鵝黃色都很帥啦 阿你如果E36的鵝黃色是什麼 客人車 人帥益生俊 人醜是什麼 垃圾俊 喔不是 沒事 呵呵呵 所以齁 顏色 我還是會做個總結 車子要買什麼顏色 買自己喜歡的顏色 阿不要去想賣不賣的問題 好不好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掌握 再來一個 你在買車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預測5年後 車子流行什麼顏色 白色是目前這一兩年 比較流行的主流色 但是 我也沒辦法預測幾年後是什麼狀況 所以不用想那麼多啦 真的啦 送就好了 對啊 你哪一天能聽到豬肝紅要加價買 越寒的是什麼 蚵仔灰 垃圾灰 灰色的車最沒人要買 對不對 你去買馬自打什麼 鋼鐵灰 還是什麼灰 還要加價 我頭上打他 加價去買一個 買一個塞色 我們講那都車商在操作 好不好 你看人家賓士都多高端大氣 賓士白色車還便宜 便宜兩三萬 外國人不會因為你台灣人喜歡白色來欺負你 神奇了吧 我如果知道他媽台灣人那麼喜歡白色齁 我幹嘛便宜那兩三萬 對不對 你來跟我買賓士 你來跟我買白色的車 我就是原價 不加價就偷笑了 狠一點的說白色要加價買 對不對 我的是象牙白 隨便取個名字 牙齒白 對不對 但是齁 如果依現在目前看起來 的的確確是 會有價差啦 這是真的是會有價差 我不能跟你講沒有 但是價差會有多少 市場會變什麼樣子 沒有人知道 一切都是隨便講的 好啦第二個問題 貸款辦理的方法 跟這個 這也常常問 有貸款 我車子還有貸款 我當初買新車還是買二手車不管 我現在想要賣掉了 但這個車子還有貸款 請問我可不可以賣車 可以齁 比如說你這個車還有貸款 假設剩三十萬 那你現在車不管你是因為生活型態改變 還是你想賣車 可不可以賣可以齁 當初你在辦理貸款借貸的時候 有一張叫做汽車的心靈牌照登記書 我今天忘記拿樣本 汽車心靈牌照登記書 它是抵押在這個 借款給你的銀行那邊 就很像 其實借房貸還沒有抵押地氣 只有在地震設定而已 但是車子的話通常銀行都會把你那一張 心靈牌照登記書 抵押在他們那邊 並且設定 那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爛的機制 怎麼說 其實你不用給人家抵押那一張 你知道我們每次齁 我先講流程好了 你還是可以賣 那你賣的時候變成說 比如說你把車賣給小吃 然後小吃跟你買四十萬 那你還有三十萬的銀行欠款 那你就先把車資料給小吃 小吃先去幫你清掉 這個銀行那邊你欠了三十萬以後 他會把那張抵押在他那邊的那張紙 寄還給我 然後我去辦理這個圖銷 去監理站把他設定圖銷掉 就是說我們 他有寄這個清場證明給我 還有那張牌燈書給我 我就可以去監理站幫你辦理說 我們已經結清了 請幫我圖銷 解除設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辦理過戶 過戶完 我就可以把尾款剩下的十萬塊 再給你 這樣子你就完成了一個有貸款 然後把你的愛車賣掉的一個流程 那這裡面我剛剛要靠北一件事情就是 你為什麼要抵押那一張牌燈書 那牌燈書你抵押的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齁 你如果像我們在辦房貸的時候 房貸有地契 那地契的正本也不會抵押在借你錢的銀行裡面 他也只是你去辦理這個房子借貸的時候 他去這個地政事務所把你這個房子設定住說 因為我有借他五百萬 所以這個房子設定在我的銀行的名下 然後他不能異動不能過戶 這樣就好了 人家也沒有把你地契扣在他那邊 可是車貸的部分齁 我記得有一兩間銀行 稍微比較沒有那種巴股 比較進步一點 因為我常常齁 正常來講如果你腳輕了 他應該要把清場證明跟那個領牌燈記書寄還給你 可是我有很多 許多非常多的客人 他來賣車的時候我跟他要那一張 他說丟了 我說那你當初有沒有貸款 他說有 那你貸款繳完的時候銀行有沒有寄還給你 他說不知道 沒收到 你就是會寄丟 然後大部分車主不知道那個的重要性 所以他常常原始資料什麼就沒了 然後再來用補發的 浪費社會資源 浪費大家的時間 阿不管啦 反正人家借我們錢嘛 阿我們也是 人家我們什麼資料我們就給人家 不然怎麼辦 他要抵押就抵押 阿看要抵押什麼都給他了 因為我窮阿 沒辦法 對不對 就是他跟我說地契要抵押我們也是給他 不然怎麼辦 盛騰你說買二手車要注意哪些重點 謝謝 不客氣齁 但是買二手車要注意的重點 其實坦白說蠻多的 然後他可能會依照你要買的車種 跟金額都要注意不一樣的地方 我講一個最廣泛的一個定義好了 以前買二手車人家說沒有事故沒有泡水 沒有調表就是好車商 那我告訴你現在以我的講法來說 小師是覺得說 除了沒有事故沒有泡水沒有調表以外 還要說你回來是不是不用再花錢整理 大概就是這四個面向 那如果還要再詳細的去剖析這四個重點 那可能要一點時間 對啊 阿遊戲規則他們訂的 因為你設定住管你動產不動產 你就是不能過戶阿 對夏宇其實就是要去建立所取消設定 沒有錯 剛出社會要買人生第一台中古車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我覺得齁 第一台車人生的第一台車像我齁 我是追求自己的夢想 或者是我喜歡阿 那當然我是評估自己能力 你像我出社會那時候能選擇的車不多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喜美K8正流行的年代 看你有沒有跟我一樣想法 當然你如果說你是馬薩拉蒂的話 那就要看你家裡的經濟狀況 那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大家 以我來講我當然我覺得會建議你找一個 除了自己喜歡還是很重要以外 還有在你預算裡面齁 你要找到一個最適合你使用的 無論是你使用的頻率阿 路途阿 你喜不喜歡操控的感覺阿 你需不需要空間阿 等等下去判斷阿 還是要注意說養不養得起比較重要 Golf7代 哇 Golf7代喔 酷耶 你如果要買7代乾脆直接買7.5不好嗎 你如果要買Golf這種車就是要越新越好 對阿 我出社會買第一台車繳很多學費阿 我真的繳很多學費 我從買車被騙 貸款也被騙 配件也被洗 到各大汽車百貨賣場也被洗 保險也被洗 修車也被洗 我他媽我就是一個迷途小書童 我買一台車全世界都賺我的錢 我那時候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阿不是阿 台灣那時候的經濟奇蹟我一個人創造了不少 但是因為有這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坐在這裡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齁 你在合約上去寫上什麼沒有事故泡水什麼 調表營業車會原價買回 這些字都是沒有問題 但是是不是寫上這些字以後 這台車就真的沒有這些問題嗎 不一定 阿這如果說這齁 我不知道叫 我不知道叫 同業幹掉好不好 有看到賺到好不好 其實寫上這些字也 車商在設立停損點 我把這些 調表營業車什麼這些 寫上去以後 如果你發現這個事情 你最多最多 能跟我求償什麼 要求什麼 就是把車我收回來 原價買回 這就是最慘 我今天如果沒有寫這些東西 被你發現有這些狀況 你跟我要求什麼 時間損失 上班損失 精神損失 有的沒的三小損失 那官司打不完 所以當消費者 你認為你賺到的時候 其實未必你真的賺到 我只是要跟大家表達這件事情 講好聽一點是在保護消費者 但講不好聽一點是在設立停損點 所以我可以跟你說 寫這一行字不代表 這個車沒有問題 我也認識一些 一些同業 他覺得我就寫啊 反正 第一個 你回去發不發現 還一回事 對不對 你又不一定會發現 也許你兩年後才發現 那就不干我事 我也不理你 兩年後你也懶得回來找我了 然後再來賭第二關 你發現之後 打開來喬啊 我又不一定文賠 喬到不行 最慘最慘 收回來啊 啊收回來幹嘛 再騙下一個啊 25萬30期一個月 9350 利率多少 反正你到銀行的那個 車貸試算 應該就 可以算得出來 因為我也必須要上去算 這個我之前有教過大家 你找一下那個 台新銀行 網頁好像就有銀行的那個 利率試算 以前流行代表是K8喜美 現在呢 欸現在 流行代表是什麼車啊 他在剎我在剎 我們不可能 我覺得現在 雙逼 Premio2.0升級30萬有什麼好選擇 好養省油 戶外一邊直播介紹車 你流行耶 康熙 你也比較好心耶 而且我們直播其實不是為了賣車啦 其實重點是我們現在開這個直播 只是說要 解答大家二手車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 路上雙逼車有夠多耶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好像比較好養 錢都哪裡來的 我都搞不懂 我沒有覺得經濟狀況有這麼好啊 奇怪喔 好那剛剛講到一個 有貸款的賣車齁 再來一個 講這個 貸款辦理的方法 好這個也是 網友很常問到 他都覺得說 阿我想要買 買一個車子 然後 我不知道我可以貸多少 我不知道 我要怎麼辦理這個貸款 那條件需要怎麼樣 有沒有很嚴苛 其實齁 第一個 你把這些事情想得很簡單就好了 我要買一台車我要借錢 我是銀行我要借你錢 你要買一台車我一定會考慮 考量什麼 第一個 你的年收是多少錢 好那要證明你年收多少錢 要有什麼證明 薪資轉帳啊 勞保的紀錄啊 對不對 然後你 你就算你沒有薪轉勞保 你都領現金 你擺地攤 像很多人說 我都擺地攤啊 我都領現金 我做工啊人 那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記得 你這些錢 記得要定期存在戶頭裡 對不對 你沒有可能說 你回家 現金就 都丟在床底下 啊想要花的時候 再拿手機去 撈出來 拿出去花 不可能嘛 你一定要有個地方存錢 因為 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存錢的習慣啊 要怎樣 要怎樣 我哪知道要怎樣 對不對 你今天你要跟人家借錢 你總要證明說 我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我能不能還你 不然你要用什麼證明 你要給人家知道 我錢在哪裡啊 我有不動產 還是說 雖然我領現金 對不對 一捆一捆布袋 你領 我也是都存在銀行裡 至少我有一個 餘額 對不對 證明說我還得起 很簡單就這樣 沒了 不要有信用不良 齁 不要有信用不良 然後 所謂信用不良是什麼 常常持繳啊 甚至現在的信用卡還在持繳啊 甚至被停卡啊 跳票啊 當過保人 人家沒繳啊 上個禮拜也遇到一個 就是家裡發生的事情 他說他哥哥 欸我這樣說 好沒關係啊 反正他哥哥幫親戚做保 親戚不見了 然後銀行來找他哥哥 他問我說 怎麼解決 我說啊就告那個人 告親戚啊 他說啊可是是親戚 我說那你就幫他還 就兩條路啊 有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就兩條路走而已嘛 所以從小到爸媽媽都跟我們講 欸不要隨便帶人家保人 好不好 所以這個事情呢 最容易發生的 也是在情侶交往 充婚的頭 對不對 兩個人一起買一隻狗 兩個人一起買一台車 啊我貸款不會過 我買你的名字好不好 啊你又討厭好啦 到最後分手了 那個車算誰的 或是一個人不繳了 分手了 那個車怎麼辦 這種事情是很容易發生 也很常發生 在我們人生 小師的 每一天都遭 都會遇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 學習到不要亂幫人家那個 當保人 不要幫人家當車主 有的人說啊 寶寶 你 我齁 因為喔 信用卡有持久 你當車主好不好 我們去貸款買一台車 可以載你出去玩啊 有沒有 你就幫他買沒關係 所以 不要有信用不良 然後你讓銀行知道你還得起 其實就這樣而已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陳述也有規定 那陳述這個就很難講 以前還沒有雷曼風暴之前 買房子全額代 超代買 買車子全額代 超代是常有的事情 那因為雷曼風暴過後 這個整個銀行的金廣會 有做一些調整 一些機制的改變 所以大部分你現在買房子 還是你買車子 很難有全額代的機會 但是還是有 以二手車來講 我再講一下就是 銀行鑑定的價格高於市場行情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的 那是賊 有沒有 就是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因為 銀行在建價有時候 他搞不清楚市場狀況 市場狀況是瞬息萬變 現在 人家以前把這輛車動作噴手 他還覺得 這個車應該還不錯 所以這個車在外面都賣二十萬 結果他們銀行建價還有四十萬的時候 那全額代超代就出現 有可能 排除掉一些例外的狀況 我們現在買車 自己最好是準備 至少一成的頭期款 比較有機會 OK 一成 那你如果要買進口車 建議是可以拉到兩成 會比較好 那建議講的沒有錯 看負債的比例 這個我剛剛沒有講到 我補充一下 你現在薪水三萬 對不對 你要買一台一百五十萬的C300 一個月要繳兩萬八 誰要借你 你說喔我有新轉勞保喔 來我給你看 每個月你看 固定三萬五都會轉進來 靠要 啊三萬五進來 兩萬八去繳車帶 剩七千塊 你都不用吃飯 齁 手機子好像玩網遊 就要花多少了 對不對 坐一家捷運 吃一家滷肉飯 就要多少了 你七千塊最好能活 我二手車 貸款的%數高很多 齁 每一間銀行不太一樣齁 現在目前利率最低的銀行 是在 一些比較沒那麼大間的銀行 它可能會從 2%到3%之間 那新車現在到1點多了吧 新車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1.99也是在2%左右啦 所以其實差距大概在 1-2% 1%我覺得1%就很多了 可是 這個是七年內的車喔 你如果超過七年的車 可能 這個利率就會被拉到5%左右 齁 就會差一倍了 畢竟新的東西跟舊的東西 對銀行來講 風險不一樣 越新的東西它們風險越低 因為產值還夠 好不好 啊貸款這個還有什麼問題 很簡單耶 還得起就好了 所以齁 你如果假設你的薪水是3萬 3萬或3萬5啊 你去辦車貸 月交款在1萬以內 我覺得 涼涼的啦 沒什麼問題 7年 小明7年以內的車 齁 可以辦接近新車的利率 但是也不是新車利率 也是二手車的利率 只是比較相對低的二手車利率 很多人會問小師說 購福可不可以買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一直嘗試著想要用簡單一點的方式 跟大家講 購福可不可以買 齁 購福這個車是這個樣子 我們舉 購福跟 Fiesta就好了 兩個不是同級車吧 齁 Fiesta 你如果當時的 基本款新車 我看一下齁 應該在60萬左右而已 你看12年齁 大概12年左右的這個 Fiesta齁 當初新車60萬 現在我們市場在買 還要大約在30萬 當初90出頭的購福 一樣2012年齁 他也剩下大概30出頭 30多萬這樣 齁兩台車的差距 可能是5萬到8萬之間 但是他們新車的價差有到30萬以上 同年份齁 到二手車的時候 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分享說 購福可不可以買 當然 你喜歡他他可以買啊 可是 變速箱 會歪掉呢 他就是因為變速箱 可能 可能有機會 要讓你花錢修 所以 他就是因為這個 變速箱的問題 他才會折這麼多 所以 你在買Golf的時候 這個已經 這兩個不是同級車了 這兩個 級數差很多耶 不管是操控性 安全性 開出去 裝逼的程度 你Fiesta開出去 哎呀那麼小台 垃圾器啊 Golf開出去 哇品位 哇下車有沒有 感覺都不一樣 好我們先不要算這些 額外賺到的東西 我們就單就 於金錢上面 90幾萬的東西 為什麼會剩30幾萬 60萬的東西 為什麼會剩下30萬 為什麼價差會這麼小 因為 變速箱有可能會壞 因為他的零件 維修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貴 所以他提前 把這些錢 折下來 讓給你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Golf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但是你要買到的是 享受的是 你要有個觀念 就是你想收到的是 他高折價 所以你回來 在照顧的時候 請慢慢陸續的 把錢拿出來 用在車上 KD2008年1.9 有什麼通病嗎 還好欸 不要買那個 慶紅你不要買到里程數太高 基本上 我覺得不太有什麼問題 所以要問我Golf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只是說 你當然 你一樣 這個又牽涉到二手車的問題 你花30幾萬 你能不能保證 買到一個最好的Golf 雅哥本來就會頓錯了 是因為VTEC開了 衝了 好不好 開H的 對不對 就是要衝 MPV那個維修不會有問題啊 Alan MPV我賣很多啊 維修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N55有什麼通病 其實BMW沒什麼通病啊 就漏油而已啊 機油開關那些地方的漏油 不要讓它漏油其實就沒事了 還有水 因為它後期的水都用樹缸 快速接頭 那很煩 那很會脫落 我跟你講啦 其實不管BMW啦 我們先講 雖然BMW的確 肉油的頻率很高啦 可是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不管你開 國產車 日本車 進口車 什麼小朋友車 你把油水顧好 就不會有問題 為啥零四的FX35不用20 我哪也知道 現在市場就剩這樣 我們就這樣賣啊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 Helix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零四FX35不用20 我們也是很被動的 反正這個車出去 就是20萬沒人要買 那它就不用20 啊如果這個車一出來 25萬大家搶著買 那它就有25了 車商都隨便估 我跟你說 我才不敢隨便估咧 我阿姨一出太高 我不是很倒楣 我講真的啦 雖然我不希望你們這樣對我 你如果覺得小事賣一台車太貴 你就都不要買 你們大家都不要買 自然而然它就會慢慢降價 這就是市場機制啊 那你在小事這邊看到的車 哇 常常怎麼車子流動那麼大 一直秒殺 每次小事回答我私訊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貴 結果我媽的過幾天就賣掉了 那就不是我賣太貴喔 那是你出不到喔 那是你太軟喔 不是我太硬喔 2016-350跟200T架差是不是不大 2016應該還是會有一些架差啦 除非到很舊的時候啦 SC430還在啊 那是Livina通病啦 Livina的冷氣按鈕壞掉齁 除了換整片冷氣控制面板以外 有的人是加裝一個開關啊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Golf的問題以外 還有很多人覺得說 欸現在很 你看喔 路上很多雙B的車 為什麼很多人開那些老B啊 我所謂的老B也沒有很老啊 146對不對 或是190 怎麼一堆人開得很爽 啊人家不是說那問題很多嗎 Golf對不對 從他媽三代到六代 怎麼 大家不是說那個迷秀很會壞嗎 啊怎麼路上一大堆大家都買得很爽 為什麼 啊為什麼我都不敢買 他們怎麼那麼帶種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齁 我覺得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一般喔 我的經驗來看啦 進口車 雙B車 德國車 通常你只要12年以上 也就是說大概2007年 2007年 我的經驗是12年啦 你該注意什麼東西齁 很多人問我說 欸小事我很喜歡W220 W211 對不對 146 160 對不對 像現在又有人問139 要注意什麼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樣的一個重點 就在於 我覺得以這種車大概8年到12年中間 其實陸續會有很多 零件是剛好到一個生命的週期 那你要接手這些車 07年的車 那你就有兩個狀況 就是前車主如果都 Q好啊 車到你手上 你就賺到 前車主花多你就花少 前車不花沒花不好意思 回來你花 因為你不花沒辦法開 好所以 給大家一個觀念 這些上了年紀的雙B 不是說那些人開得很爽 那些人不怕死 而是他們的心理建設有做好 我剛剛講福斯的例子 高折價的例子以外 你再來你要做的一個心理建設就是 其實 不可能存在一台回來完全 不花錢的車 那個只能說是萬中選一 就是前 我是說朋友之間買賣 或是你去外面的車行 自售也好 我覺得這種進口的老車喔 不太存在說回來是完全 無代休的狀況 零代休 你就連我這邊 全部做過的檢查整理之後 我還不敢跟消費者很信誓滿滿的 保證說 我跟你說你這台回去齁 塞到你兒子打台下 還是說怎麼樣 我們都會比較保守一點的 跟我們買車消費者講說 我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做檢查做測試了 但是我不會跟你講 這個車回去是完全是沒有問題 我們有保固期 你再幫我測試一下 有任何狀況一定要馬上跟我講 而不是信誓滿滿的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保證這回去特大 掛過租賃牌計程車牌 當然會有差價 期待3.0有通病嗎 期待是哪一代 3.0喔 空氣熱量計啊 水路啊 變速箱要注意啊 這顆變速箱對應V6的引擎 感覺如果里程數高的話 大概15到20萬 這個里程數要注意一下 零七小鴨一板絨布 十幾萬啊 看測況啊 十幾萬塊 欸對耶 10點了耶 時間很快 好啦 下個禮拜再聊啦 好不好 愛美麗 爬高 爬山灌美麗吧 有沒有麗 還可以啦 兩千cc應該OK啦 夠用 啊你如果要跑山路 應該不是那個啦 你如果是 因為我跟你講 每個人的有利跟沒利的那個 感受不一樣 所以齁 很多消費者問我說 欸這台車開起來 有沒有利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是要站在我的立場 還是站在你的立場 回答你 或者是有人問我說 啊請問這台車省不省油 我哪知道你的省油是幾公里 有人覺得二十公里才叫省油 那如果我齁 我都開那種三千多的 我一公升都六公里的 我媽有十公里我好高興喔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問題 我會變得不知道 不太知道該如何去回答 晚安啦